作为女性来讲 女性要是肾虚的话 第一个是皮肤不好 容易长错疮 尤其是下巴这一带长 这是肾的位置 第二个呢就是脱发 头发大把大把的脱落 还有一个呢就是 如果是乱性的话 乱性的话容易导致这个宫颈弥烂 宫颈弥烂往下发展就是宫颈癌 宫颈癌古代的话讲叫做产回头 古人有一句话叫做三精成一毒 专伤不解女 三精就是三个男人的经验 混在一起成为一个很剧烈的毒药 专伤那些性行为不检点的这种女人 怎么伤呢 就伤到最后导致这个宫颈癌 所以说这是咱们中国统计 以前我们医院 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十七人家医院 周围就是一个小姐 就是北京那些小姐很聚集的地方 那个经常来复科来看病 他们那个得这宫颈弥烂的比率占百分之八十 很高这个职业 那么美国的监狱呢 妓女啊 妓女夺就是据统计啊 美国妓女夺妓女夺公颈癌的比率是一般人的三倍 性伴侣特别多的人是一般人的五倍 同时呢 羞女夺公颈癌的比率几乎为零 这很说明问题 就是不结性行为 不减减的性行为 很容易导致这些公颈出现问题 但是翻过头来说 不是所有的公颈癌和公颈弥烂 都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的 还有其他的因素 但是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很多人身上 那么现在研究表明了 初次性生活过早 16岁之前 性生活紊乱不结 有性病史慢性光颈炎的 这些妇女成为公颈癌的高发人群 这是公颈癌 很可怕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堕胎 女性堕胎啊 对那个女士啊 损伤特别大 堕胎就是小产 小产不可轻探 对那个养生啊 尤其是堕完胎之后的护理啊 很重要 堕一次胎就得挂工 瓜根啊 就损伤四分之一的 那子宫内壁 其实就是损伤了 这四分之一 损伤了之后 将来精子 受精卵无法在这儿着床 其实就是损伤了四分之一的 那个 四分之一的什么呢 这个生育能力 所以我制作了一个患者 那个 跟我说了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他 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 是四十多岁了 刚结婚 刚结婚 四十多岁 整个脸是发青的 整个脸发青 想要孩子 然后那个 以前得了很多副特定 像那个宫镜 盐了 盆香盐了 书碗管不通啊 特别多 非得要小孩 找了嫁衣老公 非得要孩子 我问他以前有没有堕过 他说年轻时候 堕过十多次 像这一类的患者 怎么能还人孕呢 这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这对身体损伤特别大 太厉害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做了一个那个片子 就是专门讲这个 育孩 尤其是未成年少女的 这个可怕的数字 这是去年 北京城报 2010年9月20日的这个统计 暑假结束后 到私立医院 做人流的未成年少女 骤增了50%以上 14岁到17岁的女孩 特别多 大家注意 14岁到17岁 我们国家每年 人流1300万人次 其中未婚少女 堕胎 在650万人次 一半啊 近年来我多 未成年意外怀孕比率 以每年6.86%的速度低增 年年都在低增 祖国医学认为 小产不可轻探 其将养 许果正产十倍以上 就是小产属于 这点瓜还没有成熟 之前你就硬生生 给它拔下来了 就给它拿下来了 这个对身体损伤特别重 但是现在很多女孩呢 就是动完胎之后 就草草了事了 也不想让父母知道 然后就那么草率的 就结束了 对她自己的将来的 那个婚育啊 这个生养啊 都很成问题 都会引起来 一系列的麻烦 那么流产 引起的并发症 第一个 最严重的就是死亡 全球每年因堕胎 而死的有七万 七万多人 其中一半多是少女 第二个就是 引起大肆出血 容易导致休克 第三个是严重的感染 严重的感染 导致败血症 这都是致命的 第四个后遗症是什么呢 这一类的患者就特别普遍了 很多那个女孩 现在包括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八零后吧 还有七零后的 那个结婚了 进入婚育年龄了 怎么也怀不上孕 不育不育特别多 都与这个堕胎有关系 就是不是说都与吧 就百分之八十吧 很多这个你去咨询 问诊吧 我们问她的疾病史的时候 都有堕胎的这个历史 这个堕胎胎可能是年轻的时候 也不注意养护 可能那个堕胎胎之后 又去用凉水洗手啊 是吧 又熬夜 对这身体损伤就特别大了 后遗症有哪些呢 第一个是公进年年 公进年年 公脉运 容易得公脉运 疏弯管不通 喷腔炎 子宫内膜异胃症 月经不调等等 严重的还会引起子宫破裂 穿孔西汉史综合症 还有子宫摘除 这些 那么下面这三个呢 是我从 那的 凤凰网上摘下来的 这个三个典型案例 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为人父母了 还有很多都是一恋奶奶来请客 你们的这些孙子孙女 包括你们的儿女 可能也是处于这年龄段 很敏感的时间 一定要注意 这都有惨痛的教训 合肥 安徽合肥 一名理性的大儿女学生 放暑假的时候呢 跟同校一位大三的男朋友 一起租住校外民房 因偷吃进裹 意外怀孕 情急之下 注意啊 情急之下 在一家小诊所做了药流 肯定是不想让父母知道了 谁都不想知道 也不敢去大医院 就上小诊所做药流 这种情况非常多 路边贴的很多小广告 都是这样 很麻烦 结果药流不丹静 引起大出血 险些丢了性命 这是引起大出血 第二个呢 是重庆云阳县 罗姓的16岁初三学生 寒假期间与同学聚会 在外面饮酒后 彻夜未归 偷尝禁果 意外怀孕后 到当地复幼保健院堕胎 这里边啊 这个堕胎是手术的麻醉 因为麻醉手术失误 治疗了六个多月 均不见好转 最终确诊为完全植物人状态 你知道吧 16岁女孩因为这件事成为植物人 太不值了 第三个呢 就更麻烦了 这个四川德阳的一个叫小微的 高三少女 高三少女 因与男友同居 意外怀孕 在一家医院 做无痛人流手术时 因为麻醉 也是麻醉 出现意外了 昏迷十天后 永别亲人 永别亲人什么意思 就是去世了 19岁的如华生命 他是高三张吵完高吵 在张吵拿到 你的大学录续通知书的时候 之后进意外凋谢 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孩子呀 本身没有问题 是缺乏教育 就是要反省这个 现在的教育 在这方面 太欠缺了 父母也不讲 学校老师正不讲 学校老师可能一味的追求的 都是升学率的 很多地方 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一刻呢 给孩子们赌上 让他们不要再走这些弯路 不要再误入歧途 把这个精神啊 思想还有精力 都放在正事上 在这方面 要洁身自好 好 我们再回来 那么这个妇科病 堕胎就能子宫肌瘤 妇检炎特别多